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首先 我们来看看英国最新的选举民调 根据Savant的调查 劳工党有望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取得创纪录的多数席位 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席位数量则大幅下降 这次选举结果将对英国政坛产生深远影响 记住我们来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 对反犹太主义的强烈谴责 近日 一名12岁的犹太女孩在巴黎郊区 遭到三名少年的暴力袭击和强奸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震惊和关注 马克龙呼吁学校加强对种族主义和仇恨教育的防范 最后我们来看看印度的最新动向 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州选举中争取农民的支持 印度政府宣布提高夏季种植作物的政府收购价格 这一举措预计将鼓励农民增加产量 但也可能对政府财政和食品通胀产生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报道扫方程的一项新民调显示 工党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创纪录的多数席位 选区级别的M2P民调显示 保守党的席位将降至53个 仅略高于自由民主党的50个 而工党将创纪录的达到516个席位 我们的工具允许您探索您所在地区的预测结果 以及各大政党的表现 在苏文兰民调显示 S&P的席位将降至仅8个 而绿党将失去所有在下议院的代表 尽管选举运动中充满了喧嚣和愤怒 但奈杰尔法拉奇的改革英国党可能最终不会获得任何席位 BBC报道法国总统艾玛纽埃尔马克龙 在一名12岁犹太女孩被强奸后谴责了反犹太主义 根据法国媒体报道 这名女孩告诉警方 她上周六在巴黎西北部库尔布瓦的一个公园里和朋友在一起时 遭到三名男孩的袭击 其中至少一人是她认识的 女孩表示男孩们将她拖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对她进行了反犹太主义的辱骂并强奸了她 法国警方将该事件描述为仇恨犯罪 男孩们于周一被捕 其中两人被指控团伙强奸 反犹太主义侮辱和暴力 以及发出死亡威胁 马克龙在周三的部长会议上谈到了库尔布瓦的袭击事件 并要求教育部长尼科尔贝鲁贝确保学校在未来几天内就种族种意和仇恨犹太人的话题进行对话 以防止具有严重后果的仇恨言论渗透进课堂 法国首席拉比哈伊姆克尔西亚表示 她感到震惊 并要求司法部门严惩这一卑鄙行为的肇事者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法国当局表示 巴黎郊区的两名青少年被初步指控强奸一名十二岁女孩和宗教动机的暴力行为 一名犹太领导人表示这名女孩是犹太人 这起袭击事件引起了广泛的震惊和担忧 尤其是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开始以来 法国的反犹太主义行为激增之后 女孩在库尔布瓦镇报告了这起强奸案 三名十二岁和十三岁的男孩被拘留 两名男孩被初步指控多项罪名 包括对未满十五岁未成年人的家众团伙强奸 宗教动机的暴力和公开侮辱 死亡威胁企图勒索和非法录制或传播信图像 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具体说明女孩的宗教信仰 也没有透露她的身份 政治领导人纷纷谴责这起袭击事件 法国正处于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七日议会选举的紧张竞选活动中 其右翼国民联盟党将安全和移民作为关键竞选议题 内政部长吉拉尔达尔玛宁形容这起袭击事件可怕 并表示警方在防止此类暴力事件方面能力有限 《环球邮报》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即将到来的地方选举前 宣布提高夏季种植作物如道米、大豆和棉花的政府定价 以争取数百万农民的支持 印度每年都会为十几种作物设定支持价格 但分析师指出 这次涨价可能会影响政府财政 并推高食品通胀 信息部长阿沈维尼·瓦伊神奥表示 星际普通道股的收购价将提高5 达到每100公斤2300卢比约合 这一举措指在反映生产成本的上升 鼓励农民增加产量 然而这也可能使印度大米在国际市场上更贵 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币 赫里希纳拉奥建议政府将出口关税从20%降至15% 以缓解这一问题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 每年提高支持价格以建立储备 预行全球最大的食品福利计划 确保贫困人口能够获得免费粮食 莫迪的人民党在最近的全国大选中 未能在农村地区获得多数席位 今年晚些时候将在两个主要农业州 哈里亚纳邦和马哈拉斯特拉邦面临省级选举 《环球邮报》报道 阿尔伯塔省市政事务部长里克麦基弗表示 尽管市政事务法修正案法案已通过 但省政府仍愿意听取各市政当局的意见 并可能在法规内容上进行细规调整 法案允许省政府在特定情况下 解雇市议员或废除市政条例 引发了反对派和市政协会的担忧 麦基弗强调这些条款并非权力攫取 而是宪法赋予省政府的权力 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 他表述市政选举官员都表现出色 但少数不当行为者需要更快捷地处理途径 尽管农村市政协会和阿尔伯塔市政协会 对法案表示不满 认为其未能解决关于解雇市议员和修改条例的担忧 但麦基弗表示 省政府并不喜欢解雇市议员或推翻市政条例 只会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反对派议员凯尔卡萨夫斯基认为 法案侵蚀了地方自治权 并在未充分讨论的情况下仓促通过 美联社报道菲律宾副总统萨拉 杜特尔特周三辞去教育部长和反叛乱机构负责人职务 标志着他与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的联盟 因关键分歧而瓦解 马克思接受了他的辞职 辞职将于7月19日生效 但他仍将担任副总统 杜特尔特未说明辞职原因 但他与马克思之间的政治敌意已公开 他在2022年与马克思组成的联盟迅速面临政治阻弊 他的父亲前总统罗德里格 杜特尔特指责马克思的立法盟友 试图修改宪法以取消任期限制 并称马克思为毒品成瘾者 杜特尔特家族支持一名被指控设计儿童性虐待的宗教领袖 而马克思则对中国在南海的侵略行为采取强硬立场 与杜特尔特家族形成鲜明对比 马克思还宣布将前总统的毒品战争转向毒品依赖者的康复 并迅速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以对抗中国的影响 环球邮报报道 缅甸的新征兵法导致数万年轻人逃离家园 28岁的David在逃往泰国边境的过程中 多次被士兵拦下并被迫支付贿赂 每人约40美元 联甸军政府自2021年2月政变后 联邻大量士兵投降和叛逃 为此在今年4月开始征兆18至35岁的男性 目标是征集约6万人 许多年轻人选择逃往邻国泰国 估计已有十万人离开缅甸 联甸经济自政变以来一蹶不振和贫困率飙升 政治分析家Saw Copy表示 这几乎是彻底的人才流失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在寻找出国工作的机会 新冠军政府试图通过限制护照和工作许可来阻止投亡 但效果甚微 许多年轻人最终在泰国北部的梅萨镇地区 过着非法移民的生活 梦想着能在曼谷找到工作 难民昌问昌担心 如果再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留在国内 缅甸将变得更加贫穷 每日电讯报报道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应批评左翼联盟提出的自我认同法案 而被指控为恐怕震欢者 马克龙在竞选活动中称允许在市政厅 随意更改性别的提议为荒谬 绿党参议员迈尼佛格和其左翼党派法国不屈服领导人际 陆克林迅速对马克龙的言论表示谴责 认为他低估了相关人群的痛苦 马克龙的前交通部长凯曼迸也表达了对跨性别群体的支持 马克龙在与媒体的对话中表示 他对解散议会并不后悔并不后悔 并承认自己在欧洲选举中的失利感到失望 他承诺如果再次得到法国人民的信任 将更加开放地置于国家 《卫报》报道 欧洲委员会因法国违反欧盟财政规则而对其发出警告 法国的财政赤字远高于欧盟的标准 预计2023年的赤字为5.5% 2025年将保持在5% 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0.6% 预计2025年将升至113.8% 欧盟对法国启动过度赤字程序 这对即将举行的选举产生了影响 其右翼和左翼联盟在竞选中都提出了大规模的支出承诺 而马克龙的复兴党则落后 财政部长布鲁诺论美尔警告 如果其右翼实施其经济计划 可能会导致类似利斯利兹特拉斯情景的金融市场动荡 尽管欧盟新规则允许更多的支出灵活性 但违反规则的国家仍需每年减少0.5%的赤字 欧盟经济专员保罗·珍蒂洛尼表示 尽管需要削减赤字但不会回到紧缩政策 BBC报道 一名丈夫因涉嫌在1981年雇佣杀手 谋杀前妻而被判有罪 36岁的卡罗尔·摩根在她与丈夫艾伦·摩根共同经营的店铺中被杀害 现年73岁的艾伦·摩根否认谋杀指控 而她的现任妻子马格丽特·摩根则被陪审团判定无罪 案件发生时 艾伦带着两个孩子去电影院 给自己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然而2018年的冷案调查发现了一名新证人 既是了摩根曾试图雇佣杀手的意图 卡罗尔在遗嘱中将所有财产留给了丈夫 而店铺也有一份与之相关的保险单 摩根的儿子迪恩在2019年得知继父被捕的消息时感到震惊 并在2023年最后一次与继父通话时发生了激烈争吵 《卫报》报道伊朗总统选举中的唯一改革派候选人马苏德·佩泽什基安表示 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并批评保守派对复兴核协议的努力不足 导致伊朗经济受损 佩泽什基安任命前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为其外交政策顾问 象征着如果他当选 伊朗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 扎里夫在竞选活动中呼吁选民不要抵制投票 强调不投票只会让少数人掌权 佩泽什基安在电视辩论中指出 伊朗需要开放外资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 并批评当前的经济失败与政治孤立有关 尽管他没有明确反对强制带头经 但他批评了其执行方式 认为不应通过强制手段推行思想 BBC报道一名七个月大的女婴 在考文锤被家中宠物狗咬死 警方确认这只狗并非危险品种 并在当天被人道毁灭 事件发生在周日下午 救护车迅速将女婴送往医院 但她因头部严重受伤不治身亡 西米德兰兹警方表示 接到报警后 警察和救护人员在几分钟内赶到现场 这起悲剧引发了人们对 储物狗安全问题的关注 尽管该狗并非危险品种 但仍然造成了致命伤害 警方正在进步调查辞职 阿奥吉吉日报道 后周杯首轮比赛中 西罗成为射门次数最多的球员 而东道主德国队则高效利用了他们的机会 葡萄牙在二到一战胜齐克的比赛中 西罗三次射门均未得分 但他和法国的马库斯、图拉姆、格鲁基亚的乔治、尼卡塔兹 以及单外的克里斯蒂安、埃里克森一样 共有五次射门 早晚进球频繁 三十四个进球中有六个在前15分钟内打入 十四个在前30分钟内打入 已有四个进球在几十分钟后打入 平均每一场比赛进球二 仅有五支球队在首轮比赛中未能进球 阿尔巴尼亚的内迪姆 拜伊拉里在对阵意大利的比赛中 以23秒的速度打入欧洲队历史上最快进球 尽管他们最终以二到一落败 葡萄牙和德国分别以69%和6% 的控球率领先 德国队的传球准确率高达94% 其中21岁的攻击型中场 古马尔、沐西亚拉完成了100%的传球 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并列最多铲球次数 分别在对阵英格兰和格鲁吉亚的比赛中 铲球20次 卢马尼亚前锋 丹尼斯曼和荷兰后卫纳坦 阿克分别在守门比赛中助攻两次 土耳其已22次射门领跑 德国队2.04的预期进球数 打入5球成为最有效率的球队 而克罗地亚则在预期进球数2.27的情况下 未能进球 捷克门将金德里奇·斯塔内科是最忙碌的门将 搜出7次扑救 搜出7次扑救 40球员的速度超过每小时35公里 罗马尼亚前锋瓦伦丁 米海伊拉以每小时35.9公里领跑 Toronto 2报道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正在海上和空中搜寻 本周早街时候在危险的地中海中部单船失踪的数十人 船只部分沉没 但搜救行动指挥官表示没有发现尸体 周一渔船首先响应救援 救出12人其中1人后来死亡 海岸警卫队已找到6具尸体 幸存者称还有60多人失踪 包括20多名儿童幸存者报告称 船只在离开土耳其8天后 船发动机起火导致翻船 无国界医生的发言人表示 幸存者在心理和身体上都受到了创伤 处于混乱状态 他们被送往医院治疗 但还不知道家人中谁活着 谁在海城遇难 该组织人道事务负责人塞西利亚莫米说 整个家庭被摧毁 有人失去了妻子 有人失去了孩子 丈夫朋友或侄子 同一天 慈善救援船那日救出了51人 必将他们送往蓝佩杜萨 而同一走私船的下层甲板上发现了十具窒息而死的尸体 联合国机构表示 今年迄今已有超过800人在穿越地中海中部时死亡或失踪 平均每天有5人死亡 国际胡实自会称 这些悲剧再次证明了欧洲对移民和庇护的失败政策 优先考虑墙壁和威慑而非人道接待 Associed Repressor报道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正在海上和空中搜寻本周早些时候 在危险的地中海中部帆船失踪的数十人 船只部分沉没 但搜救行动指挥官表示没有发现尸体 周一一艘渔船首先响应救援 救出11人 其中一人后来死亡 海岸警卫队已找到6具尸体 幸存者称还有60多人失踪 幸存者报告称 闪之在离开土耳其8天后 船发动机起火导致翻船 吴国界医生的发言人表示 幸存者在心理和身体上都受到了创伤 处于混乱状态 他们被送往医院治疗 但还不知道家人中谁活着 谁在海上遇难 该组织人道事务负责人塞西利亚·莫米说 整个家庭被摧毁 有人失去了妻子 有人失去了孩子 丈夫 朋友或侄子 同一天 慈善救援船 雷德救出了51人 并将他们送往蓝沛杜萨 而同一走私船的下层甲板上 发现了10具窒息而死的尸体 联合国机构表示 今年迄今已有超过800人在穿越地中海中部 时死亡或失踪 平均每天有5人死亡 国际胡适词汇称 这些悲剧再次证明了欧洲对移民和庇护的失败政策 优先考虑墙壁和威慑 而非人道接待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4 靠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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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